第128集 竟是莲花 在这最为要紧的关头 朱仙道也动了 他自然不能坐看灭星道 四月道的金丹丢失 要知道 金丹丢失不但所有的神通 全部都消失 而且人的生命精华 法力也会减少九成九 也就是说 四月道灭星道的金丹 进入了阿比之门以后 他们两人的法力会剧烈跌落 而且身体极度虚弱 寿命大减 五指张开 一朵铃花旋转而出 也配合鬼蛇剑 击杀向方寒 星云宝宝见识不妙 举起日月五星镯 向上一撑 顿时撑起了一片星光罩子 把方寒自己 甚至还有灭星道 四月道都包裹在其中 两个大道被无穷的星辰之利 一干扰顿时心神再度散乱 自己的金丹 再次被阿比之气拉扯着 渐渐就要投入门户之中 哼 自作孽 不可活 你们两人失去了金丹 但是本源还在 我可以拿你们的身体 炼制出法声射力来 方寒抓住机会 双手一搓 五地大魔神通 施展出来 击向两人的肉身 天地法相 就在这一时 鬼地已经布置好了大阵 封锁四周 防止方寒逃走 眼看方寒就要收取两枚金丹 哪里肯让他成功 身体之上 一股气流冲了出来 天地都为之震荡 一尊黑色鳞片 三头六臂 青面獠牙 手拿狼牙剑 锯齿刀 骷髅杖 三剑法器 另外两手结印 空出一只手的天地法相 开始出现 那空着的一只鬼手 打入山月 狠狠地压了过来 就在这一刹那 严运用阿鼻之门 吸取四月道灭星道的两枚金丹 方寒 则是直接封印他们的肉体 星云宝宝运用日月五星灼 抵挡住鬼蛇剑的攻击 血液之王则是扑向了诸仙道 催动的佛门神秘神通大招 静世莲华 而鬼帝则把自己的天地法相 飞腾出来 直抓方寒 那种威势 如海如玉 诸多法宝神通 甚至两间道气的光滑 在三头六臂的天地法相面前 都失去了任何色彩 唯一能够保持本色的 就是黄泉图催动的阿鼻之门 不过 鬼帝把自己的天地法相都飞了出来 方寒也感觉振振心惊 没有别的 这就意味着鬼帝全力出手了 毫无保留 这等魔道高手 神通识宠 虽然不如画天都那般强大 但威势绝对的铺天盖地 自己已相差了五个境界的实力抵抗 不知道抵抗得住抵抗不住 天地法相是金丹演变而来的 神通七重金丹种子 神通八重烽火大结 神通九重天地法相 这三重境界 其实就是金丹蜕变的一个过程 金丹经过烽火大结的断烧 逐渐和本命精气再度融合 拓担成型 画为一尊法相 可惧可散 威力极大 可以硬拼任何法宝 甚至盗器 当日 画天都施展出自己的天地法相 居然把太原仙府都撼动 甚至还消灭了里面的太原霞光 其威力之大 超越一切法宝 修炼到了天地法相的境界 甚至肉身被人杀死 只要法相逃走了 就可以 附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体上 灭其意识 夺赦转身 只不过 要寿命大减 而且 天地法相 是金丹变化成的 仍旧可以自爆 而且威力更大 不过 却有一个弊端 就是金丹自爆之后 修饰还活着 只是失去了所有的神通和法力而已 但是 天地法相自爆之后 修饰就必死无疑 因为 天地法相 是他所有精气神的凝聚体 自爆 等于是灵魂自杀 果然 鬼地的天地法相一出 那血液之王 一下 受到重创 发出长长的哀鸣 缩了回去 日月五星灼 也蒙上一层轨气 似乎是被污染了 星光笼罩之中的 刺月道灭星道 也恢复了一些体力 急忙催动所有意志 想再次拉回自己的金丹 阴无常 你如果修炼的 不是我黄泉门的神通 施展出天地法相来 还可以救得了他们 但你这九鬼元神 根本无法撼动 阿鼻之门 总有一天 等我恢复了力量 我会把你的九鬼元神 直接受入阿鼻之中 让你永生有事 承受不间断的痛苦 看你这个叛徒 看到了黄泉大地的符罩 不下跪归附 居然还敢抢夺 看来三千年 时间太久了 你已经忘记了我的威严 闫大声音唱着 黄泉途中再度冒出黑气 直接袭击向鬼帝的天地法相 原来 鬼帝的天地法相 叫做九鬼元神 那三头六臂 加起来就是九 每一个头 一只手臂 都代表了一种恶鬼真意 你的力量 太弱小了 黄泉大地 炎死亡 炎 我要把你捉拿回去 用幽冥鬼火狠狠地断烧 让你生不如此 最后顺从于我 鬼帝冷冷地说道 九鬼元神的三头六臂 再次会晤 只一下就抓到了黑气之上 但是 那黑气 却燃烧到他的九鬼元神之上 吱吱吱吱 就好像酸液浇到了皮肉之上 九鬼元神的手上 居然冒出了刺离的烟雾来 阿鼻之气 克制所有的黄泉魔宗神通 可恶 鬼帝猛地收回了手 九鬼元神闪避开黑气 同时 全身一股磅礴的轨气 膨胀而出 把缠绕在身体上的阿鼻之气震开 好机会 封印 方寒看到这个机会 猛地一招打出 白帝金黄斩 青帝木黄宫 黑帝水黄泉 黄帝土黄道 赤帝火黄气 五帝神通 组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 连接成一个封印 直接打在了赐月道灭星道的身上 两个大道发出了痛苦的咆哮 使劲的最后一点意念 猛地要引爆自己的本命金丹 他们歇斯底里的癫狂 令两枚在阿鼻之门门口的金丹 剧烈跳动 上面黄金一般的外壳上 出现了丝丝裂痕 强大的力量 似乎要破坎而出 然后山崩海啸一般的爆发 这两大高手修炼的金丹 都蕴含了二十种神通 如果真的爆炸 只怕黄泉土要再次受到重创 你们没有机会的 言再次吟唱 阿鼻之门其中 伸出一张硕大的龟脸 猛的一口 把两枚金丹吞了下去 顿时两枚金丹如泥牛入海 堕落到无尽的阿鼻之中 永远沉沦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们修炼神通数百年 落入了这样的下场 我不甘心 不甘心的 我们不应该废出金丹来轰击的 金丹一失 刺月道 灭星道 两大高手 好像失去了所有的精神支柱 整个人颓废下去 完全失去了动力 法力暴跌 身体居然从空中掉落下去 防寒的五帝大封印 一下就把他们冻结住 丢入黄泉土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海上赫赫有名的四十大道 穷凶极恶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的角色 就这样被直接干掉 这两人的尸体不可小觑 是金丹高手的本源 可以炼制成法生舍利 高手吞服了 可以增长万马奔腾的法力 简直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天人镜高手 神通五重以下的高手 可谓是梦寐以求 虽然方寒现在用不着 但是如果拿去拍卖 只怕会拍卖出上千万的丹药来 当然 他肯定要留下来 给门派之中的亲信增强法力 两大高手身上 居然还有白宝囊 方寒一下子捕捉到两人的身体 神念一扫 就发现两人的衣服是上瓶宝气 而在腰间还悬挂有白宝囊 顿时大喜 白宝囊这种东西 是天外一种罕见的虚空晶石 炼制而成 没有防身对敌的作用 但是可以储存大量的物品药材 一般只有太一门的弟子才有 因为太一门在狱外发展了一颗星辰 上面蕴含大量的虚空晶石矿卖 于是占据了开采出来 其他的门派就没有这个待遇 不过 这种白宝囊可以在市场上拍卖得到 一般只要是天人镜的高手 都会去买一个好方便携带 而且会把自己重要的法宝 丹药 道书都携带在身边 四十大道 排名第三四 好东西肯定不少啊 不过没有时间移清点了 当我之急是逃之夭夭 这鬼弟极端厉害 逗下去的话 我肯定逃都无法逃 方寒把灭星道 赐月道所有的宝贝 身帖连同金丹都收入囊中 已经完成了此行的目的 那诸仙道最为厉害 但是他知道阿鼻之门的厉害 不会把自己的金丹击出 傻乎乎的朝阿鼻之门中间轰击 方寒要想收拾他 也非常的不容易 一下得手 方寒把所有的力量收拢在一起 血液之王凝聚起刀光 外面更是裹了一层星光 两两配合撕裂而出 向外猛窜 但是刚刚窜到天上 一面黑色大旗忽然出现 阻拦在了面前 万鬼所魂大阵 严一看就知道 是鬼地布置下的什么道数和法宝 也不迟疑 阿鼻之门一阵催动 漩涡衍生出来 门户膨胀 居然一口就把黑色大旗吞了下去 空中居然破出了一个大洞 光明照射进来 方寒毫不迟疑从这大洞之中穿梭而出 一下进入白云之中 随后施展出海慎气功 和白云化为同一个模样 向远处投射而去 他的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就消失在了云层之中 阿鼻之门 鬼地的脸色由惨白变得铁青 他没有想到 自己布置下的万鬼锁魂大阵 还是被阿鼻之门锁破 还被吞噬了一杆令旗 更是牵制住了他的酒鬼元神 黄泉土 我一定要得到你 方寒 你跑不掉的 鬼地一排坐下的阴魂王座彻底动怒 化为一阵阴风狂飙 直追而去 似乎要把方寒 追杀到天涯海角 绝不放过 那黄泉土 居然如此厉害 连金丹都能吞噬下去 难怪黄泉大帝 威震诸多世界 不过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解救出赐月灭星来 否则 大哥那里不好交代 金丹高手啊 两位金丹高手 欠过巨头 就这样 活活被吞掉 朱仙道脸色无比阴冷 他这次是算准了方寒的弱点 拿黄泉土的消息 请动了鬼地 却还是被方寒逃了出去 同时 两大金丹高手 居然招了道 想了想 他没有去追方寒 而是划为一道剑气 飞向了海外 这鬼地还真是复古之躯 怎么甩都反不掉他 燕 你说我们停下来 和他大战一场 结果会怎么样 蛮荒丛林之中 越往里面飞 树林越是高大 越是密集 有的树木粗大 要几十人核爆 才围得过来 更是有数百人来高 枝叶茂盛 覆盖方圆数百亩 黑压压的不见天日 其中有粗大的藤蔓缠绕 巫术妖兽 蛇虫鼠蚁蚂蚂野兽 生活于其中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一个和外面 迥然不同的新鲜世界 方寒现在 深入丛林之中 他从天上的白云之间降落下来 在黑压压的树林之中 穿梭着 身上一股股青色的木器 完全和丛林结合在一起 一点气息都不外泄 整个人似乎和方圆意外里的 蛮荒丛林 融为一体 这是木盾 他的青帝木皇宫 修炼到了大圆满的境界 在五帝大摩神通之中 独树一帜 操纵万木灵器 只在随意之间 现在进入蛮荒丛林之中 这片丛林所有的花草树木 几乎都成了他自身刚气的一部分 如果在天上飞 目标太明显 很容易就会被鬼帝追上 重新围住 现在 鬼帝这尊神通石虫一天改命的高手 还在拼命的追杀他 而他则是亡命的逃跑 虽然在刚才的围杀之中 方寒成灭星道 刺月道两个大道 不认识阿比之门的威力 傻乎乎往刀口上撞 一举击杀 得到了天大的好处 但是 鬼帝却不同 深深知道阿比之门的厉害 威力法力极强 如果斗起来 恐怕下场会很惨 方寒有辞职之名 现在可以战胜神通七重金丹高手 甚至可以和神通八重烽火大劫的高手抗衡 但是 对付神通九重天地法相的高手 就非常吃力 对付神通十重一天改命的大强者 那是必败无疑 虽然阿比之门 专门克制鬼帝的功法神通 使他胸威降低了一大半 但是 对方法力无比悠长 是几千年的老怪物 还有许多宝贝 没有施展出来 对起来 方寒仍旧要在对方无穷无尽的 猛鬼神通之下落败 方寒在蛮荒丛林之中穿梭 运用青帝木皇宫隐藏气息 逃跑就方便了许多 现在不和鬼帝争锋 等自己找到了五行鸣根 把五帝大魔神通练得圆满 踏入六重神通归一境 再练化刺月道 灭星道的两颗金丹 那法力 不知道会膨胀到什么地步 一举把所有的神通万法归一 画成一张本命俘虏 用来防身杀敌 就强大了许多 到时候 回头再来对付鬼帝 进入蛮荒丛林 方寒也感觉到了十分新奇 他看到无数稀奇古怪的东西 如在枯枝半叶子中 爬着的一丈多长的大蜈蚣 猛恶猙獰 还有长着四个翅膀的飞天老鼠 专门吃蛇 还有一人大小的火蝎子 更有长着一张人脸的蜘蛛 最为剧毒的人面蜘蛛 吐司飞剑都斩杀不断 火也不能焚烧 就算是神通力挺的高手被咬一口 恐怕也会立刻死亡 还有拇指大小的蚂蚁 密密麻麻遍布森林之中 缩到之处 任何东西都被啃食成一堆白骨 还有专门吸血的麻黄 卷缩着身体 在树枝之间蹦来蹦去 一闻到气息 就蹦落到动物身上 进入对方的身体血管 吸光血液 其余的铁甲兽 机关蛇 桃花蜂 乌煞龟 碧玉蝉蝉 等等等等 凶猛恶毒之物 也层出不穷 各种沼泽 水潭 河流 山蓝之中 都潜伏着无穷无尽的危险 神通力尽的高手 深入其中 就算有飞剑法医护身 也恐怕 难掏一些 恶毒之物的毒手 不过 方寒就不同了 他和蛮荒丛林气息 合二为一 任何妖兽 都不会攻击他 一路上 方寒也看到了 数百种珍稀灵药 还有许多矿脉的气息 隐隐约约 埋藏在地底深处 只是 没有人来开采而已 这蛮荒丛林 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不知道为什么 大权帝国没有来开发 大约是因为蛮荒魔族 就隐藏在蛮荒丛林的深处 还有那神秘的蛮荒古庙 来自太古的诅咒 蛮荒丛林的上空 一道强大的阴风 在空中盘旋着 阴风之中 不时地伸出一只漆黑的大手 方圆一目大小 向下猛抓 一抓之下 无论是多么坚固的数目 山石 都化为一阵黑烟灰尘 方寒刚刚从一片沼泽上面掠过 无声无息 几条漆黑的毒蟒 在沼泽泥潭中窜来窜去 一些毒虫潜伏于其中 那漆黑大手就抓了下来 吃了 所有的泥潭水分 全部蒸发 里面的毒蟒 毒虫 甚至连泥巴 也化为了黑色的灰尘 随风生腾而起 这种魔抓神通 简直到了贱人 毁人 贱物 毁物的地步 一切东西 统统化为 飞灰 方寒知道 这是鬼帝 捕捉到了自己的气息 居高临下 用魔手 捕捞琴拿 但是 魔手威力那么大 却也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是一门无上神通 叫做遮天魔宫 当年皇权大帝传授给他的 他现在已经修炼的大圆满了 而且 他还为这门魔宫 专门修炼了一件法宝 用无数阴魂 七种魔金 九种魔血 十八种魔灵 三十六种魔器 汇集成一只手掌 叫做遮天魔手 是一件绝品宝器 只差一点点 就可以变化成道器 魔宫配合魔手威力无穷 我的阿比之门 只怕暂时 还吞噬不了他的魔手 我们现在和他动手 九成九我们会死亡 他重伤 或者是我们重伤 他轻伤 你没有修炼到归一境 所有的神通都是零散的 威力不大 对他造成不了威胁 严并不赞成 现在和鬼弟交手此战 方寒点点头 开始呼唤星云宝宝 星云宝宝 星云宝宝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 永生 第128集 是由陈颂吴声 为您多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